海岸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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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 形态 那也有 低海拔 中海拔 高海拔 比如說到中海拔的話 我們說是雲霧在 因為低海拔的水氣 到那個時候 就凝結成 為雲霧 你在現場就是雲霧 那從山下看的話 那就是雲霧 你在其中的話就是雲霧 高海拔 對 所以那你再到高海拔的話 那個雲霧就在你下面 我們去哈里山看那個雲霧 那這邊講的是食物鏈 食物鏈誰吃誰 像我去帶野外活動的時候 我曾經看到一隻神是青蛙 那他咬著那個青蛙的頭 然後青蛙的四是在那邊動的 那我們通常會有側隱之心 對不對 那要不要救他 因為你救他 蛇吃什麼 老天爺 讓任何一個生物產生 對有他必然的道理 他能夠這樣生存 就像以前黃石公園 有很多野狼 他們覺得野狼不好 因為都把可愛的鹿啊 兔子啊都吃掉了 所以他們就把野狼就鋪殺 那鋪殺之後就發覺到 鹿越來越多 把所有的植物都吃光 吃光到他自己都不能生存 所以大自然是很正常的 用那些吃肉的動物把這些吃食物的 他一定是吃那個跑得最慢的 對不對 那個比較沒有生存能力的 那留下來都是最強的 所以大自然有他一個平衡的道理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野狼再引進去 所以就是說食物鏈裡面 他的每個都有他的一個生存道 我們這就隨便按一個 你看這松鼠吃什麼 綠人是吃什麼 你看他吃什麼 幹哪 你看他可以吃樹皮啊 堅果啊 葉子啊 對不對 那什麼吃湯呢 就吃肉的動物就吃他 對不對 你看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誰吃他 石虎啊 雲豹啦 黑 不是雲豹 黃 黃鼠狼 是不是 黃豪雕 黃豪雕 它上面是比較黃豪雕 是不是 它是不是寫黃豪雕 對於魚豪 黃豪雕其實也可以吃到的 黃豪雕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蛇 蛇吃什麼 青蛙 蛇吃青蛙 蛇吃青蛙 也可以吃 他也可以吃 蛇吃比他自己快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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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鱼是吃他的 小老鼠 好打的鱼 他是吃小鱼 小老鼠 老鷹吃他 老鷹吃他 他吃小鸟 大鸟吃他 大鸟吃他 所以有一種 有一種鷹叫做 猛禽類 可能說 舌 我們台灣好像沒有脫鱼 我們台灣有一種叫做 吹山 灰面 灰面 舌 對 我們叫蛇雕 蛇雕 蛇雕 蛇雕的話呢 它就是 也吃老鼠啦 可是因為蛇很明顯 它在上面看著一根線的樣子 你就知道說它在吃蛇 大罐鳥 大罐鳥 對 灰面舌 灰面舌 其實這些猛禽類都可以吃蛇 它可以吃蛇啦 老鼠啦 蜥蜴啦 其實都可以吃啦 只不過說大罐鳥在台北近郊常常看到 他講的灰面舌的話 我們叫國慶了 所以一年只能在某個季節才能看到 那你現在隨便到郊外去的話 你都可以聽到大罐鳥在那邊盤穴那個聲音 你都可以聽得到 這邊就在講食物戀 那假如我是帶小朋友的話呢 我就會叫他們把手伸起來說 好你現在是一棵樹 要在你身上 你是一棵樹 那什麼東西會跑到你身上來呢 那鳥會來竹巢啦 對不對 來吃果汁啦 那個蝴蝶會來吸花蜜啦 蜥蜴會爬上樹 翻牧蜥蜴啦 就讓他們自己講 就是帶活動的時候 讓他們 因為我們帶活動的話 大人可以一直聽我講 小孩子你叫他一直聽你講 他就去無靠地 所以我一定都是讓他們這樣臨時互動 所以他們從頭到尾都可以安安靜靜的在那邊 參與聽我講 對 一定要有互動 因為你帶小孩子跟帶大人 絕對不是不一樣 那有的時候假定是 像以前大家看那個蝴蕾戲的話 就讓他們一眼 好 當常就可以這樣演起來 你當公主你當王子 你當神父 這一點也不需要 好 那 來我們來看 秀妍幫我推一下吧 來 我推一下